大家都知道啊 清朝皇宫里的女人 最富生名的那肯定是这位了 孝庄皇太后 她不仅年轻的时候漂亮 而且还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据史料记载 早年她就辅佐丈夫皇太极巩固政权 丈夫死后呢 宫廷斗争那是错综复杂呀 她凭一己之能 把年幼的儿子送上帝位 临到晚年了 她又扶住孙子少年康熙 铲除奸命掌权亲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啊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位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 孝庄皇太后 在历史上差点就没了 后来的风光了 或者说后来 很可能就没有孝庄这个名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年在清宫里边 有一个女人 人称清宫第一美人 分量和地位都比她更重 如果不是因为意外的话 轮不到孝庄 而且这还是一个经历相当神秘的女人 好奇了吧 今天咱们就说她 这是谁呀 别着急 咱们从1634年一场特殊的婚礼 说起 1634年10月19号这天 圣经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人潮涌动时热闹非凡 后金国的妃子大臣们 早糟的排好队伍 在这位后金国主 黄太极的率领之下 正翘首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准确是一位特殊的新娘的到来 说这位新娘特殊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 1634年这年呢 黄太极已经43岁了 可是就在这一年 她一连又娶了撒老婆 这个新娘是第三个 最后一个大咒 那么第二点呢 前两次迎亲黄太极 都是待在皇宫里边 不出来 你们给我送进来就行了 可是这一次 她亲自出城迎接 这是为什么 因为新娘就是这位 自从她第一眼见过之后 从此就魂不守舍的绝世美人 叫海兰朱 海兰朱姓伯尔吉吉特 是蒙古克尔沁部族 债桑贝勒的女儿 常看清朝电视剧的朋友可能知道 蒙古克尔沁有两样东西很有名 一是这个部族的身份很高贵 人称黄金家族 另一个呢 则是盛产美女 克尔沁的美女是特别的多 今天咱们说的这位清宫第一美人 海兰朱就是代表 不过黄太极迎娶海兰朱 并不是他娶的第一位克尔沁美女 在迎娶海兰朱之前呢 他早娶过两个了 而且这两个人和海兰朱的关系呢 说出来能惊掉您的大牙 什么关系呢 第一位是大福晋叫善善 他竟然是海兰朱的亲姑姑 另一位则是海兰朱的亲妹妹 不姆不泰 也就是后来的孝庄 您看看这关系 您理清楚了吗 反正我是理不清楚 娶了姑姑 那黄太极就是姑父 姑父怎么能娶侄女呢 娶了一个还不够 还要娶两个 这也太乱了一点是不是 您别吃惊啊 当年人家并不介意这样 那么当年后金皇宫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纷乱的关系呢 这就要说说当时的背景了 前面说了 在蒙古各部族当中的 克尔沁部被称为黄金家族 不过那是当年呢 元朝灭亡之后 蒙古各部族就都不行了 都走了下坡路 可是人呢 总是这样的 总想能够再造辉煌 那这个辉煌怎么造呢 明朝末年 当罗尔哈赤领导女真人 也就是满人 开始在长北山崛起之后呢 克尔沁部族就看到希望了 他们于是想到了古老的手段 联姻 希望通过联姻 将他们的命运跟女真人捆绑到一起 那罗尔哈赤怎么想的呢 对于克尔沁递过来的橄榄枝 罗尔哈赤当然是很乐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 女真人刚刚崛起 他们也需要支持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频繁的联姻就开始了 谢谢大家